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赵树里小说基本上都是问题小说 但这个问题小说和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不太一样了 它的问题主要说它贴近农村现实 贴近时代的脉搏 集中去写农民所关心的 以及革命发展的进程中的那些问题 所以带有一种现实主义 即时主义的特点 很少主观的抒情 个人的情思的表达 没有 它不是为我写的 是为农民写的 所以它很少这种个人的抒情 也很少醒而上的一些思索 这类小说不是以深刻永恒的问题上讨论 人生观 宇宙观 不是 它是注意结识 解决现实生活中 人们所关心的那些比较集体的问题 所以它拥有的读者量是大量的 所以赵树里的小说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 像家庭问题 分音问题 政策问题 阶级斗争问题等等 其中写的最出色的问题是什么 家庭问题 像小儿和结婚其实也是问题小说 也是家庭分音问题 同时又是有改造农民的问题 所以赵树里头有个习惯 它主要是以喜剧的书法来写农村里面的 所谓的中间人物 中间人物就是说他 你也很难说他是模范 优秀的人物 你也很难说他是反面的 坏的人物 他中间的 大量的人物都是中间人物 那么赵树里这种中间人物的这种写作习惯 和他的这种观念 在六十年代曾经受到批判 你像五十年代赵树里是走红的 是吧 赵树里方向大家都要朝着他这方面走 但他是个农民嘛 是吧 到六十年代呢 阶级斗争 政治局势紧张了 政治化的年代 连赵树里都受到批判 但是这就是他的特色 赵树里说过为什么是问题小说呢 因为都是下乡的时候 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感到那问题不解决 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程 应该把它提出来 他小说是提出问题的 他记得很多例子 都是有感于农村 很复杂 是吧 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说迷糊了 他就写了像李友才版画 这样的小说 他看到农民的脚步不高 认为这个出租不是博学 这个土改的时候 有些农民认为出租 地主把田租给我 我就可以过日子了 那怎么叫博学呢 他就写了地板 地板就是土地 所以他很多小说 都是就问题来提出 来利益的 当然赵树里小说 也有些是概念化的 就是说他写得太实了 也不太成功的小说也有 问题小说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其实在当代文学 在现在呢 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 一些问题小说 类似于报告文学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土气 这个土气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是一个特色 就是说乡土味 赵树里为什么在国外影响很大 在日本 在欧洲都有影响 就是因为他那种民俗的特点 乡土气息 主要是北方农村 特别是近东南地区 山西近东南地区 农村的特点 他的创作的宗旨呢 就是不离乡 就不离开乡下 所以越多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他的地方的色彩 地域文化色彩 他的风光 他的人情 他的语言 习俗 你看他那个地名 这很有味道的 他很多小说里面的地名 青龙背 红吐蕃 四树腰 龙脖上 一听这个 这个就是三七味 三七味 也不像现在我们 你看我们很多地名 就是都带有点特点 但是没有过性 像我们现在这个 上帝这些地方 什么叫信息路 没有特点 到处都有信息 又比如说 李友才 他写那个山区 农村的那些情景 比如说李友才 他有个窑洞 窑洞里面的摆设 小说里面写得 非常的具体 像这个 核桃柿子矿 窑洞里面打场等等 这个黄土地气息 北方农村 非常浓厚 写那种民俗 像分商假期 民间的节日习俗 像刚才我们一再讲到像同养习 这是一个习俗 还有写这个 怎么说梅 下聘 成亲 走娘家 等等 怎么上头 怎么这个妇女 怎么梳章 怎么上轿子 写商事 怎么缝那个笑鞋 挂白鞋 缝那个笑帽 挂白鞋 怎么做锅 等等 生了病怎么办 看不起病 就门口挂这个红布条 那些过节 怎么吃米糕 吃完米糕以后 怎么往那个屋顶上扔 日常生活里面 什么吃和乐 吃祖珍 特别你看小黑结婚里面 写那个三千姑那个穿戴 其中猫驴到区上去 我这个念一段给大家听听 写的多么的活领活现 这个三千姑 就是要到区上去 因为她的闺女小群 跟小二黑好 结果给村里面 那个挣钱里面 那个坏人 作乱 给她弄到 区政府里面去了 但区政府要解救他们 然后就把三千姑 也招去 三千姑以为 这个到区上去 就可以把她的这个小群 跟小二黑给离间了 所以她就去了 你看这个三千姑 你看看她到了七上 然后交通员呢 就把她引到房子里面 她爬下去磕头 连声叫道 习长老爷 你要给我做主 这个农民呢 他这个建造 共产党的干部 当时很落后的 习长正敷在桌子上写字 见她低着头 跪在地上 头上带了满头的云属士 带了很多这个属士 农村妇女 还以为是前两天 跟婆婆生了气的 那个年轻媳妇 便说道 你婆婆不是有保人的吗 为什么不找保人 这些区长弄不清楚 三千姑莫名其妙 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 区长见识一个 插了粉的老太婆 才知道认错人了 其实老太婆 也才四十多岁 也不算太老 农村的看法 交通员就说 认错人了 这就是小群的娘 区长打亮了她一眼 说你就是小群的娘 起来 不要装神弄鬼 装神做鬼 我什么都清楚 起来 三千姑就起来了 这个区长知道 她是一个装神弄鬼 小巫婆似的 区长就问 你今年多大帅数啊 三千姑说四十五 区长说 你自己看看 你打扮得像个人不 其实当地的风俗 好像到了中年妇女 不心打扮了 现在就是说 到中年还开始打扮了 这个门边站着一个老乡 和一个失来帅的小闺女 都嘻嘻地笑了 交通员就说 到外边耍去 小闺女跑了 乡长就问 你会下神是不是 三千姑不敢答话 七长就问 你给你 闺女找了婆家吗 三千姑说 早下了 又问她 死了多少钱 答 三千五 又问 还有些什么 答 有些属事 不比 又问 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 答 没有 又问 你闺女愿意不愿意 答 不知道 七长道 我给你叫来 你亲自问问她 又向交通员就叫 你去叫小群 你们看一下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 跑到外边一宣传 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 叫老太婆 四十五了 插着粉 穿着鞋呢 邻居的女人都跑过来 挤了半燕子 鸡鸡浓浓浓地说 看看 四十五了 看了裤腿 看了花鞋 又穿那个花鞋 三千姑 半辈子没有脸红过 偏这会儿 惩不住气了 一道道热汗 在脸上流 交通员领着小群来了 故意说 看什么 你家也是个人吧 没有看见过 散开路 一伙女人 哈哈大笑 是吧 然后这个大家就说 四十五穿花鞋 是吧 就是说 那个闺女 不如娘会打扮 还听说会下神 就是这个装水弄鬼 这还特别又讲到他米烂了的故事 这时候三千姑恨不得一头痛死 写的是很简单的人物的对话 不过里面又有一个风俗 又有个心理 就是好像农村的赴年 到了这个中年了 有儿女了 就不心打扮了 也是烂烂塌塌也好 这当然也是贫穷的经济 导致的这种风俗 就把它写出来 写得非常生动 还有这个三千姑 怎么起猫驴 怎么等等 都是写得非常生动的 所以这是土气 是赵树里一个特点 第三个是农民风格 它是以农民的心理 习惯 气味 情调 来表现的 比如说写三 它并不是那种赞美 这个大自然的 多么美好 也不是归远 避世 当远世 那种寄托 他写了三 他就是农民眼中的那种三 是农民眼中的那种风景 写地里那个麦 这个麦 麦子 稻子 是吧 那酥脆 脆酥啊 山上的羊群 果树 还有那个地里的那个丝瓜 茄子 辣椒 扁豆 山药 等等 这个很朴实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抒情 没有什么牡丹 烧药 纯梅秋菊 没有大风 但是呢 它是很实用的 是吧 是农民心中的美 另外呢 你看它的语言是非常幽默的 欢泄的 这也是农民的特点 是吧 农民都是很幽默 农民的智慧 那种风气 譬如说喜欢给人起外号 外号有的叫糊涂涂 有的叫一正风 有的叫小腿藤 三仙姑 二诸葛 是吧 是吧 起这个外号 把这个人物的个性 人物的特点 抓住了 写人 怎么介绍人 像刚才我念的一段 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 非常生动 非常有浓民的特点 很幽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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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语言来说 赵树里也是一个 语言大师 现代作家里面 这个 以言写的最有特点的作家之一 最有特点的作家之一 全部用口语 基本上就是用口语来写作 用他自己画的照言化写 就照农民怎么说 我就怎么写下来 一种天然的特点 而且喜欢用那种邂逅语 俗语 是吧 但也适当地吸收戏剧 戏曲里面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 不敢恋战 就写这个 二诸葛跟三千姑打起来 不敢恋战 这是书面语 戏曲里面的 传为美谈 基本上是农民的口语 但适当地 有些戏曲的语言 还有些方言 图语 主要是上党地区的方言 近东南 譬如说 蹭着你好名声 蹭你的好名声 上党方言 当然他有一定的锤炼 那语言 有一定锤炼 这并不完全是实录 语言的节奏处理 也很有意思 这个赵树里的小说 有点像评书 节奏是比较慢的 有板有眼的 是可以朗读的 是吧 你看现在很多小说 他并不能朗读 但赵树里的小说 都是可以朗读 他技术也比较短 是吧 以法 结构也很简单 一般呢 就是上兵计 下足计 转咕噜 有个什么 伤了个什么 都是这样 另外喜欢排比 像唱词嘛 唱词里面也有些排比 就照口语的言样 但适当的提炼 整个来说 是很坡素 很平易 但不是粗糙的 就是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 这种语言风格 也是达到了 如否 纯清的地步了 是吧 那么赵树里 还创造了一个 创造这个 这种语言呢 这个很有示范的作用 就是非常大众化 提纯 坡素 又提纯 又能够充分的表情 答义 是吧 这个是一种非常生动活泼的 现代汉语 所以很多语言学家 都喜欢举 赵树里的 这个小说里面的语言 作为以料 作为这个现代汉语的律记 这是有它的道理的 结构呢 赵树里小说的结构呢 也是受 这个民间文学的影响 传统文学的影响 很完整 讲个故事有头有尾 一般介绍人物展开矛盾 大故事套小故事 你看小黑结婚里面 有很多小故事 三千姑有他的故事 二诸葛有他故事 是吧 说米烂了 是吧 等等 另外还有使用一些邪念 叫扣子 制造一些邪念 还有呢 就是把描写 是吧 融化在细数之中 它很少单独的描写 我们看西方的小说 很多单独的描写 传统小说也有 像西游记 那边单独一段 就是描写 那种紧致啊 之类的 但这个赵树里小说 没有单独的描写 它的描写呢 都在细数过程中 融会在一块 写人物呢 他喜欢也是用传统的方法 说书的方法 戏曲的方法 譬如说 人一出来 亮相 介绍这个人 肖像 写的 这个人物的形象 是怎么样 他外号什么样 他有什么故事 把他性格 揭示出来 所以赵树里 这个这种小说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命名 叫做评书体小说 评书体小说 就讲故事情节 连贯完整 这跟那个 五四以来 从学习外国的小说 横截面的不太一样 还有 有这个 这个 经过 他的语言呢 细数语言的口语化 用北方农民的口语运用 赋予农民式的那种幽默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赵树里 是很有特点 当然他也有 有他的缺失 一个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要求呢 那赵树里的生活上 相对说 比较局限一些 他说他进城以后 就很难再写作了 另外一个呢 他当然主要接受 民间文学的传统 他对于外国呢 这个文学 关注是很少的 也接触很少 他到了北京以后 五十年代 是吧 也是很照顾他了 给他房子 给他配这个 住属 那么在北京的时候呢 他是基本上 他是 不接触 外国的 文艺活动 文学的活动 据说在北京 他只看过一场 当时苏联的 乌兰诺蛙的 那个芭蕾舞 他还看不懂 他还不喜欢 有排他性 就是说 对外来的文化 他乡土味很浓 但是他也有 一定的排他性 这是二三十年代 描写 乡土题材的 这个又 这个众多的 新闻学作家 那么赵树林 应该说 他做一个农民作家 有他自己的特点 有他重大的推破 是吧 这个小说的人物形象 主题 有推破 又不同意 二三十年代 乡土小说那种 新的数字 他总的主题方面 表现那种时效性 和涌入农民生活 程度上 体现的一些新的数字 还有这个视角的变化 还有就是对农民 以农民 对话的那种 平行的视角和姿态 就不同意以前的那种 有点极高临下 对农民一种 人道主义的同情 那种视角 赵树里不是这样的 他完全是平视的 他也不是着重表现农民 精神上被奴役 是吧 那种沧桑 那种积袭 他是 侧重表现农民 翻身 过程中 那种思想的变化 人物形象方面 最突出的一些 两类形象 一个是老一代的农民 像二诸国 老秦等等 另外一类是农村的新人 像小二黑等等 这样呢 他这两类人物啊 其实都有以前小说 农民形象中 所没有的新的素质 以前作家写的 小说的农民 没有像赵树里这样写的 比如说老一代农民 那种落后 一味 然后他的转变 还有呢 新人代农民 他的所谓新时代的内涵 等等 以前没有 所以从新文学史 从大众化 这个链条中来评价 赵树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的意义 因为赵树里长期 从事农村的工作 是吧 他熟悉农村 以农民大众呢 思想情感上 他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他能够真正为农村的读者 所接受 解决了新文学 始终在探索 始终没有解决好的 一个问题 就是大众化的问题 所以从解放期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 来看赵树里的意义 他的确实 他虽然那些小艾树的时候 不一定看过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 做的非常讲话 但事实上 他的体现了 这个讲话的精神 顺应了这个 这个 其事 所以最后被确定为 赵树里方向 是变成一种 政策性的引导 这个对当代文学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赵树里也有后 他的创作 也有后来的影响 形成了一个 流派 那就是三要旦派 三要旦派里边 有一些重要的作家 像马峰 西荣等等 主要是以三百 作家为主 三要蛋白 孙黎呢 有一个 核花电派 是吧 那么 赵树里为代表 形成了一个三要蛋白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